画面上可以看到男子将贡品整盘端走 随后骑着自行车离开 内湖分局日前接获报案 有一间宫庙的贡品不翼而飞 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后 巡箱将这一名赤裸着上半身的赖姓男子逮捕到案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其宫庙内信徒摆放的贡品仅不翼而飞 警方随即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 锁定犯贤身份 发现犯贤趁公庙四下无人之际使用桌上贡品 并将部分贡品取走后独自骑乘自行车离去 全案依切到最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那些男子坦称到公庙参败时 因为饥饿难耐 看到供桌上有大量贡品 眼见四下无人才动起歪脑筋 将整盘贡品偷走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切到最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也呼吁举头三尺有神明 歹路千万不可行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江青四下无人才动起来 江青四下无人才已在